李勇的事实,对于十月来说,是一件震动不小的事件,一旦人的记忆就这样走了,对于更多人来说是迷怀和不舍,但是对于少数人来说,却是不休止的揣测和骂骂。 死者安息,再多的揣测,只能是对死者的不尊重。 在监狱,李勇年轻时候的情书遭到了曝光,让李勇跟哈文的感情再次的呈现,在了大家的视野之中,现在来看其中的情感流露,总是会让人不及杀人类下。 诚文是用法体字书写,开头的文,我最亲爱的人,到结尾中的爱人,感情随着笔方的书写,而变得更加的真正和神情。 对于哈文爱在现在看来,已经有当不出的抑郁,这就是年轻时候李勇的热情和真挚,就像舞台上的他,充满着激情和感动。 这样的曝光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,无疑又是一次的感动和缅怀,但是关于李勇及家人移民和国企的问题,国内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谣言。 在李勇去世之前,就有人因为李勇却西洋式的节目,又被拍到去美国,所以直接趁李勇唠噗就走。 对于这种不知情就妄加揣测的人来说,现在看来,无疑是深目痛击的。 在李勇去世之后,关于这方面的揣测并没有停止,而纠结的点就是哈文和女儿现在已经成有的居住在美国,而李勇的葬礼也在美国举办,并没有回国安放。 加上之前移民的消息,让某些人变得更加的热血,甚至写对林来抨击一个辞责。 而且还有人发出了李勇早在2015年就在美国购置的两处房产,现在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哈文的名下,总价值约4000万人民币。 这样一系列的关系,对友谊的人来说,无疑又增加了一个铁证。 可是事实是什么呢? 哈文早在8月,就已经对网友的移民疑问表示过否认。 哈文离职央士,在美国居住主要也是为了孩子的学业着想。 孩子小时候就一直就读国际学校,李勇和哈文对于孩子的学业都看得很重,所以才当美国留下来照顾孩子的学业。 而李勇安葬在美国这不就顺理成章了吗? 家人都在美国,安葬在美国就离家人更近一些,一家人能够团聚对于李勇来说,也是一种慰藉。 现在再去传测试者,看来已经毫无意义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